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偏方小百科 我是Ken 今集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亚士匹林的副作用 我们这个频道最主要是分享一些健康的资讯 如果大家想食肆西药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订阅键 给个like 按钟 分享给你身边吃亚士匹林的朋友 有两类病人很多时都在用这个亚士匹林 第一类病人就是你自己做过通波仔手术的人 第二类病人就是你之前做过风 我们首先讲第一类 如果你做过通波仔手术 医生很多时就会开亚士匹林给你吃一段很长的时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首先我们讲一下通波仔手术的过程 如果你现在有心血管闭塞 有任何血管闭塞 因为你的血管闭塞了 里面塞了 手术尝试在血管里面放一个波波进去 然后撞开你的血管 然后撞开之后 就放指甲进去 撑住你收窄的位置 你的血液就过得了 那你就没事了 但有个问题 身体是非常聪明的 身体是会认为这一东西 它本身不是属于身体 身体的做法就是会将 用这个血小板 就黏住那个指甲 一直黏住它 因为它怕如果不黏住它 它会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它就尝试用血小板 黏住它不认得的东西 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做了一个支甲 那些血小板一直在那里积聚 就会形成下次很快的时间 你又会在那个位置塞过 那医生会怎样做呢 医生就会用这个亚士匹林 亚士匹林可以令到你的血小板 积聚的能力会降低 那个位置就不会长期积聚血小板 这个做法是可以用到几年 但是很多人是几年之后 它又失败的 就算你吃着亚士匹林 它都失败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我们首先讲一下亚士匹林的功效 亚士匹林它可以降低 心血管疾病17% 那就是说 如果你是做过这个通波制手术 它是有部分的能力 是令到你那个支甲的位置 的血小板不要积聚得那么多 那这个都是17% 那当然大家觉得 好像很好 但是问题就是 它的副作用是很多的 例如呢 它是会导致你增加47% 胃出血胃肺痒的 很多病人 如果你长期用这个亚士匹林 几年以上呢 很多很多都有这个胃肺痒 腸肺痒的问题 那如果你有肠胃肺痒 你就更加吵架了 会衍生很多问题 你吸收不到很多营养的 另外呢 长期服用亚士匹林 你的脑出血的比率是会增加37% 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这幅图 如果你吃得多亚士匹林 你的眼会肿 面肿 口唇会肿 尼会肿 口唇会肿 口唇会肿 还有很多很多的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网站 你就会知道 亚士匹林对你有什么副作用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网站 这个就是 Mayo Clinic的网站 一个美国很出名的医疗网站 如果你长期用亚士匹林 你看到是 腹部胃部痛 卓液静联 黑色的糞便 意识改变 胸痛 错乱 便秘 抽筋 深色的尿液 尿频 尿量减少 腹射 呼吸困难 云 呼吸急速 发烧 疲倦 虚弱 头痛 排尿次数 尿量大大减少 胃卓 热 痛 口渴 消化不良 心律不正等等等等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我会放在网站的网站 大家可以看看 它有这么多的副作用 但是它唯一的作用 现在你做过通波仔的手术 唯一的作用就是 它可以降低你支架里面的血栓的情况 降低17% 如果大家在用亚士匹林 大家留意一下有没有以上症状 我首先说一下 血栓的成分 有什么成分是会令到 你的血管里面有血栓的情况 其实血栓的情况是有 65%是因为纤维蛋白 20%是血小板 10%是红血球 4%是胆固醇 1%是白血球 大家看看这个图 大家就会觉得有些问题 我们从来几十年前开始 说血栓的成分就是胆固醇 胆固醇是令你血栓只有4% 大部分 第一纤维蛋白 血小板和红血球 都不是胆固醇 头三样都是蛋白质 所以我们以往这么多年 学的东西 未必一定是对的 因为我们从来都以为 你有高胆固醇 你就会有血栓的问题 其实不是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做完通波仔手术 他们会说 我已经戒了胆固醇 我戒了肥肉也不吃 很多东西也不吃 油也不敢下 其实是因为没有关系 血栓是和什么有关呢 是和几样东西有关 第一是葡萄糖 胰岛素 肥质醇和痴激素 头两个就很简单 头两个就是 如果你有糖尿病的前期 或者你有糖尿病 或者你经常吃甜食 血栓的情况是会高一点的 第三样就是肥质醇 肥质醇就是说 你经常在很紧张的状态 血栓的情况又会高一点 最后一样就是痴激素 如果女士怀孕的时候 痴激素会爆升 所以怀孕的时候 血栓的情况也会高一点 不外乎这几个原因 会导致你血栓 和胆固醇不是太直接的 只有4%的关系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胆固醇是会导致你血栓 很多文献已经说了 胆固醇和血栓没什么关系 好了 有什么可以替代这个阿士匹灵呢 第一就是蠟豆激煤 蠟豆激煤是什么东西呢 蠟豆激煤就是在製造蠟豆的过程里 提煉了一种酵素出来 就是蠟豆激煤 曾经有1062个有氢度高血脂和足氧硬化的人 每日服用10800个FU单位的立底激煤 持续12个月 改善率是达到66.5%至95.4% 也算是挺有效的 令到血栓的情况大大改善 第二就是引激煤 引激煤是什么东西呢 引激煤是在幽引中提煉出来的 它比蠟豆激煤强劲30倍的效力 这两样东西可以很简单取代阿士匹灵 但是我这一集不是建议大家不用亚士匹灵 用蠟豆激煤和引激煤 我只不过给大家参考一下 大家不要问我 我可不可以不用亚士匹灵 用这两种东西 我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多看资料 你自行决定 好了 这两种东西是怎样用的呢 我会写在描述栏是怎样用的 只不过给大家参考一下 用法就是饭前一小时 或者饭后两小时用 一定要用空土用 最安全的做法 就是用两个月的蠟豆激煤 然后用两个月的引激煤交替用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很多时候 你用蠟豆激煤或者引激煤 太长时间有可能会敏感 所以交替用是最好的 最安全的 好了 最后一件事就是鱼肝油 鱼肝油我说了很多次 因为它有Omega 3 Omega 3 就是可以帮助你的血液 黏度不太高 而且会减低你的身体炎症 好了 刚才我所说的所有东西 大家可以缩小个螢光幕 左手边有个叫 显示更多的 你按下去就会看到所有购买连结 如果你是用手机看的话 右手边有个向下的嘴 你按下去都会看到所有购买连结 当你给钱的时候 大家可以打到这个折扣码 ZFN572 全张单都会多5%折扣 我们这集就分享了这么多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频道 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这个订阅键 按下个赞 按下个钟 分享给你身边 注重健康的朋友 好了 我们这集就分享了这么多 下集再讲个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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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